台湾一连四天新冠肺炎病例都零确诊 即将在七八月份登场的花莲阿美族各部落一例信是否举办 也引发部落主任关切 光复待会定期会也提出质询 乡公所相关配套措施 乡长林清水表示乡公所配合政府执行各项防疫措施 至于各部落办不办都交由部落自行决定 乡公所也会加强相关防疫宣导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 台湾一连四天零确诊 再加上连续三十九天都没有本土病例的发生 而紧接着七八月份登场的花莲阿美族各部落一例信 是否就能如期举行 向代表柴子辉质询 其裁刑到底要不要启办这个凤林祭 那乡长对这个事情有没有做考量 是不是这次跟部落有沟通 就是说这次凤林祭是不是要提办 不管我们敢在线的 如果线的人都不敢办了 或许我们各部落也会考虑 不过由于部落一例信举办与否 自古以来都由部落来自行决定 因此乡长林清水认尊重部落最后的决议 而对于乡代表们关切祭典记忆期间 返乡潮以及来体验部落传统祭典的外地客势必暴增 向代表蔡智慧就咨询乡公所 是否做足了相关的防疫配套措施 确保在地的安全防疫 那我担心的就是在于 各部落就举行这个凤林祭 我不知道乡长对这个病情有没有做防范 有没有做应对的政策 大家可能要看中央 看中央还是线的 线的都不敢办大型凤林祭了 或许我们也可能要跟部落来沟通 就主事者说或许我们真的不要办了 如果后面都没有事情了28天了 再56天都没有确诊了 或许大家可以考量说让我们来办 就是大家共同决议的事情 也不是说工作叫你们办 工作跟我们办就很棒 在中央与全体国民共同努力之下 让新冠肺炎疫情没有在台湾大爆发 成为了全球防疫的模范生 虽然目前台湾疫情被有效的控制住 商长林清水经营部表示 接下来下半年度包括了部落伊犁信等地方各项产业推广 以及生活是否恢复正轨 他也不敢保证 但肯定的是防疫工作 大家仍不能掉以轻行 记得石油栏光复采访报道